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每个人呢 都可以当五分钟的脱口秀演员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又那么轻 这个普拉达的毛北心 要是不能防弹 你就不要穿了呀 周其默是脱口秀OG的话 那我肯定是脱口秀在天之类的 他要是叫了代价 晚上就要一个人回家 我都很想看起来说 老师这个人该不会是我吧 那个项目确实是我搞黄的 但人真不是我杀的呀 如果非要调侃 只调侃成功的那部分 舔狗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雷斯杜拜呗 雷斯杜拜呗 没有一个人他的爱好性 就搜集所有的地铁违禁品 我今天叫复贵险中球 先请倒等实际明威进入竞技区 复活 复活 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活名额 秀伟位 王剑国 我喜欢还有一个星球 孟川 复活赛最终的晋级名单 每周二 周三 都有抽稿之后打开 不要错过 有请第一组选手入场 我已经长经验了 我现在直接站到这儿 可以问我问题了 请前往续号墙 预测并选择自己在选手内头中的排名 不好意思 是吧 自作聪明 客观一点 第八 你为什么在这里 不是 亚军 我是 广志过分了 广志过分了 广志谦虚了吧 让我们有请 让我们有请连名字都很有急 不是封叶 是叶峰的脱口秀大会出品人叶峰登场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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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还是恭喜大家成功晋级 成为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33强 这次的主题赛呢 跟去年一样还是分为三大主题 分别是职场问题 心理健康 恋爱跟婚姻 恋爱婚姻这个主题 因为人气比较高 会有13个比额 这个赛段将会有20位选手晋级 13位选手离开脱口秀大会 并且没有复活 这次呢 我们选主题的先后顺序 依然还是根据大家的内投排名 排名靠前的先选主题 排名靠后的候选 淘汰13个 这不去年那个梦子吗 那局势有点错综复杂了呀 今年主题赛 那头排名第一的是 榜名 周琪默 周老板蝉联那头第一 是啊 光那头第一有啥用呢 你还年给我整着细的 选哪个主题 去职场了 去职场吧 去职场吧 太假了 这是啥呀 这是啥 你谈不厉害吗 一是我没有工作 二是心理健康 人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所以很容易讲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如选 就选恋爱 那头排名第三 磅礴 哦 回忆 回忆 恋爱 回忆 继续 继续 恋爱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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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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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哇 哦 哦 哦 平均一点了 第五位的是 豆豆 哦 哦 哦 要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别团伍了 别别别别别别 哎哎哎哎哎 打不过呀 这是 因为我心里很健康 想要从一个积极的层面来做一些表达 snack 薯知胜 三个积极名割已经没有了这个 这组太吓人了 陈璐 我就不恋爱了吧 来 啊 哇 这个心理健康已经强到不行了 太难了 心理健康这组也太难了 主题赛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啊 我就除了不太好聊爱情其他都还可以 就是 没有什么可担心 全场那头排名第十一位的是 王勉 有点头高了 上一把牌翻得真好 健康不健康 选哪个 我的天哪 我们机友的两位大王都在一起了 我是先选的 我这个分组也太不理想了吧 我真是图啥 我那头排名这么高 然后我进了这么个组 我还真是一说一句 心里都有问题了 我们 我心里现在穿健康了 老子 我心里没什么问题了 好了 我跟我恋爱上可能有点想做到 他想谈恋爱 我想谈恋爱了 你想的没 好 只有一个尽其名额了 接下来第十四位 鸟鸟 我觉得主题比对手更重要 鸟鸟鸟 他能握着拳头就回来了 他要打人 鸟鸟要扁人 他打不过 这是 这个主题 当我自己讲的时候 它是我的最优选 老汉这组 这一组在干嘛 我们 小佳 小佳 小佳我特别关心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小佳 小佳 我还是想说 从自身出发的一些东西 你帮我拿下来先那边 好不好 你帮我拿下来先那边 赵小慧 我觉得我在去讲实场 观众听着可能不会很新鲜 这组真是太恐怖了 心理健康这么火热吗 兄弟啊 接下来的路啊 你得好好走了 我可能没法陪你了 他们都不是贴在墙上 贴在我的心上 心理健康这个我现在心里太不健康了 这场比完呆都不健康 那头第29位的张俊 别来心理健康了 你现在谁听了一下就是他本季的最高光时刻 北年的这个阶段我的运气都很差 我总能选进死亡之组里面 我不知道为啥 心理已经不健康了 完成了主题的选择只是今天的第一步 我们的赛制规则还要继续往下来推进 下面我们就来公布第二赛段赛制规则 心理健康主题的选手 会分为三个小组 两组一V1V1三人小组 一组一V1V1V1四人小组 三人小组一晋级一带定一淘汰 四人小组一晋级一带定两淘汰 这个也太狠了 每个主题内内头排名前三名自动独立成组 排名四至六的选手 任意选择进入前三名的小组 排名七至十的选手 再上场选择 最终主题内剩于一人未分组 这位选手可任意选择加入一组 组成四人小组 我觉得设计的还真的很精巧 每一个小组都变得非常地刺激 能比整个十一进六更加刺激 更好看一些 三个人正第一 四个人正第一 这个可谁都不好说 一定能拿到第一 这个还是刺激 等于是吧 每一组配的都是上中下三个区间 其实是很难出现意外的 也是好事 能够激发大家的动力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请心理健康主题的 那头前三位的他们分别是 庞博 痘痘 徐志胜 你令我在啥 接下来在这个主题当中 那头排名第四到第六位的 陈璐 王勉 鸟鸟 请出场 好消息是 我不会同时遇到他们三个了 王勉 陈璐 鸟鸟 想好你要选谁做对手 就是跟谁一组其实都还好 只要你内容足够硬的话 你跟谁比是无所谓的 请选择 哎 哎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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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污辱 你知道吗 哎呀 我打这个那头前三怎么这么群手了 鸟老师 不是第七吧 大家能不能给第七一点追踪 我是没脸头的 你们头发 追踪追踪 这就是我猜我也不确定 会不会是我有点热了 会不会是这么一个荒谬的理由呢 那么接下来由你来选择 你希望跟他们中的三位的哪一位 成为同组的竞争对手 虽然我可以想他们三个都选 但是毕竟规则在这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二一 娘娘 对牛友来说 这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现在就感觉 不是我选择了他 是我俩互相拯救了彼此 接下来 没有陈祖的 还有豆豆 磅礴 依然是王免和陈璐 你们俩可以来分别选择 三二一 请选择 在彭博吧 豆豆正好 漂亮 现在带定区起码有一个大王了 哈哈哈哈 两个大王在一组 这也太卷了吧 我也卷了 他别是 我其实最期待就是王免和彭博那个小组 就是感觉 注定有一个大王是无法进入二十强 还挺期待的 我们就属于看着到不嫌身大 谁才是真正的王中王就看这一场了 真的 然后我们有请这个主题的第七到第十位的朋友来到这里 留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 三二一 请选择 我选路走那一组 我选择 张俊选择的是 唐博 张俊是在看吧 王中王 单条两届大王 他要把其中一个盖下去 那就可太好看了 我的天哪 徐志胜 在小佳和ROG当中 选择一位 作为你同组的竞争对手 3 2 1 请选择 没选择这二哥哥 你们为什么把小佳 这么恐怖的对手留在背后 真心不想碰到小佳 小佳太可怕了 当我有权利决定哪个组 是四人小组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 好像掌握了一股神秘的 这种力量的感觉 太爽了 小佳他拥有最终的选择权 请选择你想加入竞争的小组 小佳刚和ROG 快点吧 我觉得他们四个会非常好看 强强对话吧 我还是最期待我们小组的比赛 别的比赛的胜负 我不太关心现在 我现在斗志还挺昂扬的 接下来这一个月是场硬仗 是场硬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我们这个赛段呢叫主题定位赛 每一期有不同的主题 脱口秀演员们根据这个命题 同题竞技决定他们未来的淘汰 决定他们的去留 这一场也很残酷 然后我们也再次欢迎一下新的赛段 加入我们的新的领校园 永远C位的宁静 大家好 欢迎效果文化编位员工大校围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我们主题赛呢一共有三场 第一场的主题就 本场的主题叫没关系我也有病 其实是用喜剧的方式讨论一个比较现实 比较严肃的问题 原来是用喜剧的方式 我也没演讲 音乐的方式 就现在生活压力大嘛 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心理的焦虑啊 压力大啊 失眠啊 做梦啊 是吧 像脱口秀演员们呢 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发病的高发人群 所以想请他们来好好聊聊 我们今天赵丽 还是有一位开场嘉宾 也是一位心理颇有问题的朋友 我们掌声欢迎陈学东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舞台 在舞台上讲脱口秀 然后今天讲的主题是聊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我想其实在座很多人都会有心理的问题嘛 像场上的这些选手 最近因为比赛被比赛折磨得快疯了吧 我来到现场其实就是给你们加油的 然后让你们放松一点 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嘛 人生最重要的是比赛吗 是 是 是外貌 是不是听完以后让你们这些外貌焦虑的人更加雪上加霜了是吧 看看身边的那些人长得不如你们的人 如果身边没有的话 那就好好比赛 许智晟和广志加油 你也很意外吧 广志加油 广志 徐晟来了我勇敢不用加油了 其实呢 比赛焦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也唱了十几年的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最后呢 我屏外貌进入了娱乐圈 后来我也参加了一个唱歌的比赛 就是一个节目跟宁静姐一块的 那时候啊 我就是真的是天天睡不着 拼命地练习 重复着小时代 不是 小时候 刻苦的品质 最后凭借着哈利波特可以骑着扫帚自由自在的飞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 通变了大江南北 以后啊 谁再说我没有代表作 我就当着他的面再唱一遍 用我的rap把他给送走 其实呢 比赛让人焦虑 还有一个是社交媒体也会让人焦虑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闲也比较空 然后晚上的时候会熬夜看网友对我的评论啊 我就是那种很贱的人你知道吗 明明有好几条特别好的评论在夸我的 我非要看那几十万条在骂我的 看了以后就很难过 难过呢又忍不住想看 边看又边生气 就很想怼回去 能不能别骂了 都半夜三点了 上班时间骂我不好吗 带心骂人不爽吗 其实每个人心里压力大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 比如说我啊 我是很喜欢看那种带货直播你知道吗 解压 然后我很喜欢看那种挺奇怪的带货直播 就是那种自己跟自己吵架 然后自己跟自己砍价 最后把价格砍下来 他们一开始说 原本五十八万现在我砍到三十八万了 真的不能再低了不能再低了 宝宝们你们说可不可以 然后他啊什么八十八 好那就八十八 小时代周崇光同款耳钉只要八十八 原价五十八万现在八十八 我肯定不开心的我跟你说 因为我的同款只要八十八块 我就去后台投诉他们 我说我是陈学东 你们同款的耳钉是真的吗 有证书吗 有吗 有吗 他说 你是陈学东 你有证书吗 有吗 有吗 我当然没有 但经典有机哪有证书啊 来了 中国与欧盟有机双认证 虽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说出来莫名有底气 挺好的 好了底气来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除了rap唱得非常的好听 我也有别的爱好 比如说心理学 这个呢对于解决心理问题 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其实可以通过别人说话 或者说一些形体的方式 我就能知道这个人 心里大概有一些什么问题 比如说李淡 你内心一定很忧愁 我劝你少喝点酒 大张伟 你看似乐观 但是烂梗不断 我劝你喝点酒 把嘴堵上 你进 静姐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完美 谢谢大家 我是陈学东 再次欢迎陈学东 好 我们这一期呢 叫没关系 我也有病 说有病啊 但是打双眼号 就是自己心里有点小问题啊 有点焦虑都算 你们觉得自己身上最有病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没什么病 对 这就是闭入膏肓了 已经不自知了 这就很有问题了 大老师觉得自己脑最有病了 我 我 我的草原 我的马 我想怎么耍就怎么耍 然后 我有什么病 我没有什么病 你的病就是脑子给装个太多了 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 就是就是如果要有病的话 大概就脑子有病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具体一点吧 其实可能也是失眠的问题比较严重 我觉得静姐是没什么病啊 就是太直率啊 没有什么病 我们还问一下 新来的李校园朋友的拍灯标准吗 静姐 这还有标准吗 喜欢谁就拍谁 好 谢谢 来 学东 我 我已经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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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还没看眼睛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外貌嘛 也可以吧 好 那我们把镜头切到楼上的朋友们 我们看看谁的外貌是可以打动陈学东的 对 不是 你赢了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个三个小组的阵容 分别是痘痘成怒 小慧一组 跟大家打个招呼 庞德 王勉 张俊一组 前面这四个 Rock 娘娘 徐志胜 小佳一组 还有我们这个赛段是三场主题赛嘛 他们是第一场 另外两场稍后比赛的主题赛的朋友们也已经在观战间观战 你们在哪儿啊 跟我们打个招呼嘛 在那儿 在那儿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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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好 大家看到他们的手边呢也都有一盏灯 那个拍了的是不计任何票的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气氛 气氛 我们采访个谁啊 杨丽 哈喽 哈喽 明星 杨利你觉得 我问你个问题吧 你觉得Rock能晋级吗 Rock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 再见 你是说人气吗 还是什么 各方面 人气导致的 我觉得不管说他能不能晋级吧 看在过去的情面上 这盏灯我都给他保留着 我确实谢谢你了 天我替他谢谢你了 我们这一场主题赛 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要上场的第一位演员 差点成为 TOKO就大卫斯的甲方 但是呢 没有得逞 现在只能靠他自己的实力走下去了 让我们有请赵小慧 开始了 我往前 开始了 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小慧 赵小慧 赵小慧是不是之前那个车间女工是吧 她身上也是 啊 还挺开心的 哎呀 今天是这个1v1v1比赛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我太熟悉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淘汰的 去年我因为准备了淘汰感言 观众就劝我 他们说你知道你为啥淘汰吗 因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准备 这个福气我绝对留给别人 今天这个主题是没关系 我也有病 聊这个心理问题嘛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焦虑都来源于别人的评价 你就比如说结婚 我说我不想结婚的时候 长辈就老说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想结婚的时候 网友又会跟你说 你不看新闻吗 你还敢结婚 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吧 所以搞得我现在就很焦虑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去给我好朋友的婚礼当伴娘 搞得我更焦虑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伴娘 他就教我 他说伴娘很简单的 你就先堵门 不要让新郎跟伴郎进来 然后把我的鞋藏好 不要让他们找到 哎呀 反正就是 不要让他们轻易地把我带走 我说你要是不想结就算了 我来干啥 是个替补吗 那你说去都去了 就给人好好干呗 刚开始就堵门嘛 然后我们几个伴娘 就用这个肩膀顶着这个门 我当时真的顶得可努力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够努力 我就能阻止这段婚姻呀 然后你顶着顶着 我就发现门锋有红包塞进来 你们知道吗 咱们那个习俗就是 伴郎把红包塞进来 然后伴娘拿了这个红包 就要开门了 他没有人跟我说呀 当时我看到红包的第一反应是 考验我 真的其他所有的伴娘 都去抢红包了 只有我还在那里堵门 我还给了七娘 一个特别骄傲的眼神 说你看他们不行 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堵着堵着 我就发现 我越努力 别的伴娘就越富有 最后这个力气实在顶不住了 外面的人就冲进来了 哇 我就看着那群伴郎 那个胜利的嘴脸 我就好生气呀 我怎么这么蠢呀 就这个门明明就能反锁呀 当时有一个伴娘站出来 她说这样咱们搞点文明的 不要搞得太低俗 我呢准备了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你们就可以把新娘带走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文明 她说 如果你问李蛋有没有房 她会怎么回答你 答案是 蛋说无方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一声 我就在想 不是不要低俗的吗 你说让你整得 好好的一个婚礼 对吧 毁于一旦 停热啦 怎么着 我扑了 而且那天就在那个喧闹的氛围中 我就突然啊想明白一个道理 为啥他们结婚喜欢找未婚的人 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刁难这个新郎 他们就是图个热闹做做样子 只有对婚姻一无所知 才能那么勇往直前 你们想一下 换一群已经结过婚的人来 不用说堵门了 前一天晚上 伴娘就把门给你焊死了 那新郎跟伴郎啊 根本就不会上来敲门 可能站在小区楼下 围一圈开始抽烟了 想好了吗 这扇门一打开 你快乐的大门就永远关上 所以你要真的想刁难伴郎团啊 你就要找那种已经结过婚的人 来当你的伴郎和伴娘 也不太够 你要找那种已经离过婚的人 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你们知道吗 前夫和前妻最擅长的 就是刁难对方 到时候伴郎来敲门 开门 你还知道来呀 你以为我想来呀 那你来干嘛 你说我来干嘛 我决定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搞 一个红包都不用准备 他们就能给我热闹一整天 我那天想到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以后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一点也不焦虑了 我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 我说那个你准备两年啊 我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得来给我当伴娘 他说你不要太焦虑 你没有发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手里有个对象吗 所以现在呀 我不焦虑结婚了 我想找个对象 我以前就老觉得谁呀 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觉得也配不太上 但可以试一试 所以希望有志青年可以来跟我试一试 谢谢小慧 还有几次 多好啊这段子 感谢小慧的表演 喜欢小慧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我们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三秒不够投吧 一 请锁票 我们现在呢 是不公布票数的 我们每一组三个人都演完之后 再公布票数 让他多难受一会儿 我看大老师 对呀 还是以后很喜欢 但说无妨毁于一旦 对不对 这当然得给票 但是小慧 李淡现在聊天坐着呢 他最讨厌新港 你今天不怕你就毁于一旦吗 不是 我都要快被淘汰了 我还怕他 我大财是真有病 我 行 我也拍吧 我不是真的不是因为喜欢那个破梗啊 就是开场不容易支持一下 谢谢 我没有拍的理由 可是我觉得不好笑 虽然我们都不是成功的婚姻持有者 但是您这都没男朋友 您就 我觉得你多虑了 就是你太害怕了 你不够勇敢 你都没有 你聊什么 小慧 你是一直都单身 嗯 YYDS永远单身对不对 我脸 那为什么 什么样的男孩才能追求到您的喜好呢 就是一米八以上 我 没有外债 没有外债 然后能养活自己就行 要求也不高啊 是啊 那是为什么你自己长那么美 可能吧 感觉我们这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最喜欢指导别人的婚姻跟爱情 哈哈哈哈 倒也是 其实像我们这种又结婚又离婚的 指导别人更不成功 因为没有成功案例 哈哈哈哈 我们看一下啊 得到了十票 看一下你的同事们怎么点评你 在哪里 看看谁给你拍灯 谁没给你拍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了 请问王建国觉得哪好笑 哪都好笑 特别逗 那特别好 不是因为我听不太轻 你们的反馈或者什么都听不太着 您都没听见您就好啊 不是你们说话没听着 因为你们说话太不好笑了 他的我全听清了特别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李嘉你 李嘉你说什么玩意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先请小慧进入等待区 别客 作为开场也还行吧 我只能按我现在的阅历和想法来去讲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非常非常好 他开场开场非常非常棒 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 全上海最快乐的男人 然后刚刚胜任我们公司喜剧领导 人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 但从来没有感觉到 他有什么心理问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成功 这是向领导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路 谢谢大家 太好了 小慧真厉害 厉害厉害 什么结婚 离婚 真的是 没有必要的吧 没有想到我现在是小慧心中最佳的伴郎人选 马上就去赌门 马上去赌门 很开心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哇 那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太健康了 而且我原来做过心理学方面的口译 口译 很高级 就是国外的老师在那讲课 我就在旁边给他做翻译 然后我很多都不会翻 我就瞎翻 我不会了就讲自己的段子 翻完之后老师就很懵 说我记得课程里没有这么多笑点 我说嗯 那是你原来没有遇到我 那些学生们也很懵 说这个美国老师怎么那么多的山东自黑格 这个对 我确实在心理学方面有很多经验了 就是学了很多的知识 我甚至有想过要不要去做心理医生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心理医生第一条 就是要对听到的内容保密 我也太好奇了 比如有人来找我做心理咨询 他在讲到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太难忍住好奇心了 我说哦 还有这种事 快展开说说 而且在他说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甚至都想好了 我要讲给谁听了 而且如果他的秘密特别精彩 一次咨询做不完 我就催他下次赶紧来 我就给他电话 什么时候来看心理医生啊 已经断根很久了 我是一个催根型的心理医生啊 而且我做不了心理医生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受不了别人说一堆废话 没有笑点 我会忍不住给人加梗 就是如果别人一直跟我说 我说等等 等下 你已经讲了五分钟了 还没有梗 你应该在你讲到 你老公出轨了那里加个梗 比如说 幸亏我也出轨了 你这样讲的话 别人就会爱挺很多 其实大家对心理医生 整体上是有抗拒的 对吧 就有人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会戴上口罩 帽子 里三层 外三层 就怕被人认出来 是吧 被人认出来了 也不愿意承认 说不不不 我来医院 不是来看心理医生的 我只是不愿不愿 而且 你年轻怎么这么高兴 而且很多人心里出了问题 他不看心理医生 他觉得自己看看 心理方面的书就行 这就很荒谬 你比如说我骨折了 我不去医院 我在家里看书 能行吗 好像也行 你就读五年的书嘛 对吧 因为一般学医都需要五年嘛 五年之后 我看着自己骨折的腿 高兴地说 哎呀 我来了 我知道怎么治了 我知道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 就是买个轮椅 而且其实心理问题 比身体上的问题更难 因为你想一下 你半夜里面 心里有一些问题 你都没法挂急诊 真的没法挂急诊对吧 半夜里面急诊室 一般都在排队嘛 你比如前面有一个 头破血流的大哥 你排到后面 你说大哥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有点失眠 你能不能让我先看 你看大哥会不会把你 打得头破血流 哇 两感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搞喜剧的 多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公司 这是一个真事 我们公司给所有的脱口院员 都配备了专门的心理医生 但大家都不太敢去看 就怕自己心理正常了 是不是就没那么好笑了 然后那个心理医生确实也很有用 他治愈了好几个脱口秀演员 突围赛都淘汰了 这句是什么 我变健康了 也变弱了 这个其实我心里比较健康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我只有一个烦恼 我就是心里太健康了 我太开心了 导致我的脱口秀没有素材 所以我就劝自己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干嘛要这么开心呢 做脱口秀演员嘛 最重要的就是不开心 其实现代人多多少少 都有些心理问题 我建议大家遇到痛苦 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就去看心理医生 不要不好意思 我觉得心理疾病 就跟感冒发烧一样 你一旦有了 你就去找专业人士 如果你的遭遇足够精彩 找我也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禄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这可以 不知道 我有点不知道 成禄跟小慧也行 喜欢成禄的朋友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不是 等一下成禄 你离婚了吗 我感觉我回到了 这个节目的上一季 真的 对 所以宁静老师听懂了 是吧 算听懂了吗 对 我上一季就离了 这已经是 已经翻篇了 我刚成哥讨过个半天 说看心理医生也没什么 这位朋友就是自己看书的 对 他就是自己研究 看了很大量的书 我觉得就是自己可以看书 但是也不要只看书吧 尤其是你特别难受 当然我还要找老师 是吧 一定有老师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自学 容易把自己走火入魔 面对压力啊 这个负面情绪 我感觉你都处理得挺好的 有什么方法分享一下 我解压方式 比如说去两元店 问人家这多少 挨个人这多少钱 这个几块钱 这个几块钱 那店主不压力很大吗 然后 买一个超长荧幕 玩植物大展僵尸 类似僵尸 然后 然后 把压力转给别人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我觉得好多压力 就是因为我也特别爱交劲 我也失眠 我也这种 然后就是爱自个儿 跟自个儿 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然后 学会享受无聊 就没那么大事了 对吧 其实成功跟你出给方式差不多 是吧 你们私下可以搅搅搅搅搅 他比你还夸张 是的 是的 李淡 你 你看上去 老是感觉人时间都不是事的 你就没有什么烦恼 我太多烦恼了 你怎么解 工作 喜欢工作 然后折腾他们 对 他会教我们所有人 一块陪他 行 我们看一下 诚哥获得了15票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谢谢诚哥 好 谢谢 等待去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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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们新人怎么振得住厂子呀 那肯定是多积累内容和素材啊 啊 那你有什么推荐吗 比如说演出 多看 还有传统曲艺多听 还有各种书多读 还有这本李弹的 这些把握住了 场子就震住了 感觉真的被震住了 但这么震 你们不累吗 作为领导我们肯定不一样 我们都用懒人唱听APP 内容多 资源权 啥都能听就是开心 又有内容更新了 场子震不震得住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被震住了呀 接下来这位 是今年进步特别大 表演方式也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演出量非常夸张 有可能是我们效果 过去一段时间 演出最频繁的一位演员 丰富的舞台经验 但是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人 让我们欢迎逗逗 多多今年上台好滚啊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说实话我前24年 都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心里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 见到亲戚朋友都是 哎 豆豆挺帅的 挺帅的 挺帅的 小伙子挺帅的 对吧 你们能感受吗 你能看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对吧 我就发现帅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爱豆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余晓彤 周俊伟 哇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醒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 我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忌妒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自愚啊 我跟这帮朋友 待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年就说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来了 注意安全活动开 好不好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见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俩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 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响 我感觉身后窜过去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我那天像只会跑的尖叫鸡一样 啊 啊 比完赛主办方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文音祥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于晏 你们有跟彭于晏坐过飞机吗 朋友们 有 你们知道跟彭于晏坐飞机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它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于晏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 整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于晏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了这个事什么呀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兄弟 要不来两点 也挺奇怪的 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的 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呢 呃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她可以上马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马 那我要怎么上来 空姐说 哦 先生 你扫前面靠背上的 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 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一燕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最后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哇 满灯了 满灯了 不过在我跟空姐产生这一段 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 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彭先生 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 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 应该很久没有经历 咱们正常会经历的小困难 小挫折 小尴尬了对不对 那么今天彭先生 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 他抢不到观演资格 他勇往他也抢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 先生 谢谢 羊羽 羊羽 帅 passou 帅哥 录 så厉害 ждend 好猛啊 所以就是痘痘应该是晶级 龙哥跟小慧不好说 不好说 感谢痘痘喜欢痘痘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投票 去外面参加节目 正焦虑了 回来看到这些人还交给吗 太过分了 就好很多了 逗逗这颜值怎么样 参加过 是吧 我觉得也还行嘛 对吧 得问这个 鉴定的这个 不是 我刚刚因为已经笑到不行了 就是 他长得就是 我刚才脑子里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张白纸戳了两个洞 然后一个嘴巴 这一段接受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那里讲话 我就特别想笑 不是你知道 我刚刚参加过一个节目叫创对吧 大概那个是大家认为 应该长相的样子的人 才能去那个节目 显然你离那个 就是长相有点远 但是 我觉得大家 但是我觉得大家 对长得帅不帅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个人观点的 我觉得你长得好看 因为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他是我的菜 他是我的喜欢的样子 你已经有猎奇心态了 因为 没有 我在任何地方都说 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你就没跟我说过 第一次就说过 你就笑 我这这么多年了 你不相信 我第一次就说了 我说你长得最好 就你眼睛 大老师对逗逗还有印象吗 我觉得冠军 我能说这句话吗 你随便 我怎么觉得他 他好厉害 我觉得他在台上 已经感觉这人已经是诈尸了 一环接一环 一环接一环 太精彩了 所以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逗逗 我预测这回能成冠军 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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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逗好像真的 是今年进步最大的 外面对不起啊 小二威 就是这样 厉害 真厉害 好 我们看到逗逗 也获得了所有给你校园员的 拍灯20票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那些同事们怎么样 又又又是我呀 你预测一下呢 你觉得他们三个谁淘汰了 教尔会呀 王建国 哎 你今天怎么回事 不是 这完全不像你啊 喜剧之路越走越窄 但人生都会走宽了 我支持你 因为王建国大家对他有了解 他是一个特别怂客气的 对 国队员就敢说话是不是 对 每次都在直说 挺好 欣赏你 咱再问一下博洋吧 是什么问题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请两位都回到舞台中央来 这就开始撒累了 这谁走都很可笑 我们将要公布三位的最终成绩 然后呢一人晋级上位区 一人晋级下位区 还有一位将面临淘汰 这第一个被逃生的人就要产生了 这还真不好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对这个内容还比较满意 因为这可能也是我这两年写的还不错的一段内容了 我觉得也还行 我觉得我能准备到这个可能也就是这个水平和状态了 这一套段子其实五到八十的样子 对 但是该有的点都有 但逗逗那个可能接近满分 对 逗逗还是挺稳的 哎呀 那我们恭喜逗逗成路进入进击区 逗逗上位区 逗逗上位区 恭喜恭喜恭喜进击 确实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啊 我觉得逗逗非常的棒 因为逗逗他演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所谓你要等他 他一直都在这个高车跌起的跌起中间 所以他很棒 我觉得冠军有可能是他 逗逗是我另外一个心中的夺冠热门 就是那种哎呀跟你画过绵掌你知道吧 就是轻轻一点你就死了 就是很难打 他他其实很好 成哥就是好 就那样 对 但他其实一如旧 嗯 他应该能更好 但他不这么做 成路很棒 成路我觉得这一季 他焕然一新 之后会越来越精彩的 好的 到了一年一度 赵小慧最精彩的 淘汰感言时间 我今年真没咋准备啊 我就没准备啊 但是我就是想跟领导说两句吧 这机会也不多了 我想问一下领导 今年的赞助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我疗黄了 我希望我回去上班的时候 桌子上有你的检讨报告 对 而且就是他处心积虑的把我调到市场部 就一直跟我说什么外面请的人不懂咱们公司 你懂咱们的产品 你是咱们自己的员工 出去肯定不会说公司的坏话吧 哎呀 领导 天真了 哇呀 要不男人致死是少鞋 年 年 年呢 我从今以后 我从今以后 我从今以后你等着吧 而且我就是想劝我的领导们长点心 因为之前别人讲段子就是吐槽一下男的啥的 人家还知道出来反思一下自己 我每天就吐槽我领导 没有一个领导觉得我在说他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小慧 把他的姓说出来 回去还得混 回去还得 这个才是你强项 你现在好好笑 真的 静姐 我觉得静姐是懂喜剧的 因为她每年都是淘汰以后 变得特别好笑 是吗 对 不知道为什么 你有几个领导啊 太多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小慧说她呢 是吧 可能吧 说谁你们还不知道 对 然后 对 今年就确实是大家进步挺厉害的 我第一年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无所不能 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力有限 今年就觉得自己啥也不适 就感觉从我心态的变化 也能看出来行业再发展 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 但是我就是想说一点 我虽然就不太在意这个结果 但我也是精心准备的 你可以否定我的能力 但是不要否定我的态度 就刚刚那一段垃圾 它也是我精心准备出来的 可以 你可以有那一段 很棒 小慧 并不干击 也不用替我找我 然后实战也就差个三票嘛 对 领导给你差三票 我走了 我去 行 谢谢小慧 好 明年再见 谢谢 谢谢 我的水平就是这样 我没有再敷衍 这就是我最好的水平 她输了那就是能力不行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小慧被淘汰 因为小慧的稿子整体质量 我感觉是这三个人里 我感觉稿子质量是最好的 我觉得小慧表现得挺好的 只是她这个也是像她说的嘛 主题选的不符 这个确实挺大影响 很可惜 这弱大的房间竟然只有我一个人 人都淘汰了 还得看这些人比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的第二组演员 没有成组的 还有豆豆 磅礴 三二一 请选择 请磅礴 两个大王在一组 这个太远了吧 张俊选择的是 庞博 这是勇士 这是勇士 我心里面在追求一种非常刺激的感觉 在创作上 就经常会极度自我肯定 跟极度自我否定之间来回徘徊 这种性格也会给我写的时候带来大的词呢 郭仔 来了 来 哎 这给自己逼死了 来来来 在家十天就下了两趟楼 推翻了十几个方向 就有的都写出了一段了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刚看了一下王敏的走台就是 接待他后面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就担心这个旋律在他讲完之后 观众还沉浸在这个旋律里面 太没底了 所以今天他走台就是偷偷看了看 也许能在服装上想想可能加分的方法 因为我这次讲的话题讲的内容 我觉得能在服装上稍微做一些搭配吧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那方案能不能行呢 我们再商量是不是 就是觉得很难打过王敏 但是只要我做得好我是能打到九十分的 唐伯今年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我觉得他好像今年他更有七场了 两个大王在一组哎 这也太卷了吧 谁才是真正的王中王就看这一场了 真的 因为他们是两个大王 所以他是会有很大压力的 就是海姐的话还会去游泳 我在水里的时候 你不会听到别人自己的 这个不好笑啊 你只会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那是非常美妙的一个事件 我的对手是两级大王 但是我也不一定会输 我是新面孔 大家会喜欢看到一些新面孔 我的状态好像恢复了 我开始好笑了 我们组虽然很强嘛 但是我肯定也不会轻易输的 对我们来讲就是 只要展示自己就很好 晋级最大的可能还是庞博 我觉得王敏只要写出来就能赢 但张俊他在舞台上的那种松弛 也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我觉得 首先要上场的就是 这一组其实长得都挺好看的 让我们有请 面对两位大王举步维艰的张俊 我们这一组阵容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庞博 王敏 我 两个王 带个三 那么三要出牌了 我们今天开始聊心理健康 我发现姑娘们的容貌焦虑我不太理解 就是没必要啊 因为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让自己变好看了 有没有人觉得现在街上美女 比帅哥要多得多 没有 对吧 我听说女生你们会擦身体乳 就是为了防止胳膊肘这地方变干 还是有什么变化 我对我的胳膊肘 我对我的胳膊肘 我这辈子意识到我有胳膊肘啊 就是我撞到麻筋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我的胳膊肘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 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去解决它了 就是护肤化妆还能做什么呢 直到那天我在地铁上 看见一个女孩在我前面批图 从来没看过你们批图 只看过你们批好的图 很神奇 她很清楚自己还有哪里不好看 因为她知道要批图你知道吗 她甚至不用看 一边和闺蜜聊天一边就批好 她就说啊 是吗 要不咱们就这么定了吧 很神奇 但男生不知道 她当时发了两个大同小异的版本 问自己男朋友哪一张好看 我隔着屏幕就感到对面很紧张 因为微信上面啊 一直显示的输入中 但就是没有消息过来 我觉得怪不了她 因为我们的 男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我甚至 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吐槽这个事情 就是 你要明白这个事情 对直男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就是我曾经在观摩过 几个女孩发大合影的过程 她们先在群里面选了一张 大家都愿意批的照片 对 然后开始批图接力 你知道 最后所有人确认 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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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发布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 为自己的兄弟们披一张合影 我们发合照的标准非常低 就是人齐了就行 你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七八个男生 勾肩搭背打完球的时候 但总有一个人被抓拍到那种微笑 却半闭着眼 真的不是我没有看见 只是我们不在乎 我们只在乎自己 有没有踮脚 是这样 但女生其实会很敏感 我发现这事 之前我和一个女孩出去约会的时候 我跟她聊天 我就看着她 她就问我 是因为我有紧纹吗 还是你一直看她 我说第一 在你说这个之前 我不知道有这种皱纹 就算你指给我看 你说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都会说 这是脖子宝 你这么一问我也不太确定了 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吧 第二 我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在这种男性凝视下边 女生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不好看 但是没有女性凝视 不可能有女性凝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女性凝视会怎么样 你看一个男生时间久一点 我们只会觉得 你喜欢我 真的 真的 我们就是 你们身体都不用凝视 你们都偷喵 你知道吗 几个姐妹一起 我们对这个眼神特别敏感 你们几个姐妹一起 哎哎哎哎 那边有个帅哥 一个一个看 我先来 那边 那边那个帅哥周围的一圈男生 都捕捉到这个眼神了 你知道吗 他们在那边表面上 但心里边 我确实是帅 但我讲了这么调侃的男生 很多事情 我不希望大家觉得 男人好像没有容貌焦虑 焦虑所有人都有 焦虑是比较出来的 我看见庞博 他很幽默 他很帅 我很焦虑 我看见李淡 他很幽默 我的焦虑就缓解了 就是 这个焦虑是 比较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但我其实觉得 我们男人的容貌焦虑 不多 完全比不上 我们的男子气概焦虑 完全比不上 就是我们的男子气概 完全建立在 那种虚无缥缈的标准上面了 就有人说 男人在太阳下面打伞 就没有阳刚之气 然后我就不打了 底层逻辑就是 即使我得了皮肤癌 迷流之际 我都会庆幸 还好我是个男子汉 你真是真正的男子 你真是真正的男子 他的体态好了 再举个例子 给大家 我其实是个直男 但我特别喜欢敷面膜 特别喜欢 第一次其实是我前女友 让我试一下 我不乐意 我心想我一个大老爷们 为什么要试这个东西 但是当我试了以后 也太爽了吧 但我当时不能表现出来 我就 还行 他说你不喜欢 就给我 我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这我敷太久 面膜都硬了 它有我脸的形状 大家有没有看过三星对面具 挺像的 真的 后来我们分手了 你知道 我要自己去买面膜了 很羞耻 因为我要把它 假装成一个 没有计划的冲动消费 我过去以后 买到只差一百几十块钱 就可以打折了 然后我就要 极不情愿地拿起面膜 说 哎呀 怎么只剩下这个了呢 导供在旁边说 先生 我们还有沐浴露 我不洗澡 当时我明白两个道理 第一 你可以网购 第二 不要活在这儿 在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里面 是不要管那些 告诉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的人 这会让你心里不健康 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女孩 发了一张披过的照片 我给她点了一个赞 然后给她发消息 我说 其实我觉得 你不披图也很好看 自信一点 不要活在别人 对你的期待里 我感觉 话明显触动到了她 因为微信上面 一直显示着输入中 然后她回我 管好你自己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张俊 那两个压力大了 所以后边她就这样 那后边这两个 三秒倒计时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先回答一下吧 为什么要选这一组 最直白的原因是 当时另一组有鸟鸟 然后鸟鸟是 我在训练营的朋友 我不想和她争这个位子 所以我就选到了 就跟这两个 不是朋友的人在一起了 跟两位老师一起 对 对 显得就是杨刚嘛 连伞都不打 就跳上最强的 就是这一人 嗯 她好像像那个 第一个人的时候 也挑了一个强的 对不对 对 不均匀 也给送走了 送走了 对 刚刚 这个人很吉小 跟你们还不知道 她是一个 也是一博士 真的呀 对 我在读博士 博士生 还没拿到学位 好厉害 学计算机 对 这是假发 但我觉得她今天有点特别人间真实 就是其实她说她发现了 她是我头一个听见的有一个男生说 她发现了其实女生比男生漂亮这个事实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真的非常的准确 是因为女生全都是可以化妆啊收拾啊打扮 让自己更漂亮 你知道的 是因为男生真的就会被那种所谓的压力所压迫 对 比如说不能搞面膜 我觉得太好笑了 我支持所有的男生化妆 因为你们真的没有优势 其实男生是一定要化妆的 因为你们的脸色可能比我们的更不好 就是 姐姐姐姐 咱不要聊这些虚头巴脑 你就说我这还有救没有救吧 你是我喜欢的男生款呀 那你看何广志这种还有救没有救呢 等等等等 那个谁吧 这位更猛的这个至少 我觉得她说的特别对 特别对 我支持你 我支持所有的男生化妆 真的多一点就是照顾自己的样子 真的吗 对 谁都能理解她说的这种所谓什么 就是男子气概的压力是吧 我是能理解的 就是静姐刚才其实也说了 就是说 比如说负面膜啊 这种行为都不代表你的男子气概 你真正的男子气概是对你的女人好 对家庭照顾 然后对社会有贡献 对自己的责任感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应该 应该有的气概 对 OK 那我们恭喜张俊获得了 四个领校园的拍灯 请进入等待区重新 哎呦我真没想到张俊二票太厉害了 他一直都没掉 就是一直都在那个地方 基本的观感就是张俊非常厉害 就是给了他俩非常大的压力 人家拿出最好的这个水平状态跟成绩 就逼得你就是只有后面是零十五五 其实就是这样 下一位要上场的演员 王敏 他呢上一场比赛 因为他有一些小小的特权 他没有参赛 他全程坐在那里看边比 看边比 比完以后他想退赛 但是被我拒绝了 让我们欢迎我的弟弟王敏 大家好我是王敏 又回来比赛了哈 确实哈 去年独冠之后 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也不太大 这一年呢 我就是偶尔有活就接接活 然后 绝大部分时间呢 主要还是躺在家 看一看李月琴的综艺 还有杨丽的热搜 当然还是有些节目找我啊 然后 能看出来我就在上面 就是非常努力地 展示着自己的平平无息 所以想还是回比赛吧 正着开始比赛啊 我们今天呢 聊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我就发现好像 很多人都有个共通病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痛苦的情绪 都是来源于别人 好 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点怎么样 你不要打扮我节奏 我给你 不是 刚刚进入情绪 再来一遍啊 我这个类 搞音乐的 看 선택了 你看 你看看 是不是 总说唱 总节奏 总flow 玩起来了 玩起来了 舞强过去了 你俩要拍的话 赶紧先拍完好不好 你得让我们找这个点 我们不懂 跟不上 哈哈哈哈 知道吗 早知道 我当初就该拉住你 告诉你不要为了工作 如此拼命 早知道 就劝你多休息 你多注意身体 现在就不会隔着玻璃看着你 怎么你就突然 变成了我的总经理 我们一起进的公司 你还是小老弟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你好大的差距 我却只有为你卖命的好身体 人 总是产生很多情绪 因为你忍不住 会和别人做对比 早知道 早知道 我就不该天天待在家里 为了陪孩子 放弃事业上生气 还每天 对着孩子 教他说英语 带地带地 带地 快尿布了 带地 果然孩子开口第一句 叫的还是他骂你 我天天叫你带地 可不是尊重你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他明显更爱你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 无论生活中什么事情 你总是可耻不住自己 去和别人比 终于今天你放过了自己 因为你和他一样 也当上了经理 我不用再去对比 因为我和他是平级 我当上了经理 在我最好的年纪 纪念我三十八 但他好像二十七 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有出息 因为他没有错过他的上升期 人总是不停为难自己 陷入反复和别人去比较的情绪 甚至还不知去和别人比 还和过去的自己比 明明这个高音 我去年能唱上去 我怎么比不过去年那个优秀的自己 我今年还来参赛 到底是缺那根筋 肯定比不过去年的自己 我发现我们真的 好像什么都要与其他人进行对比 成绩体重升高 工作房子大小 什么都要比较 就算你得了病 还要让观众投票 这个可好笑 真的没必要 与他人做比较 只会没完没了 塗藏自己的烦恼 我现在就要 放弃和别人做比较 留下你们为了比较而烦恼 这样我的心态就比你们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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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这个风 黄泊压力好大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小诀窍 如果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说你本来也不想要 好 谢谢 3 2 1 请坐下 谢谢 特别棒 冠军在我心目中 救赎冠军 我刚才在这坐着呢 大老师 全听见了 能看出来压力很大 是吧 对 写到今天早上7点 对 赶紧睡觉 因为我写这个主题呢 也是因为就比较很痛苦 其实我是总是在跟自己去年的那些东西做比较 然后就是很讨厌这种情绪 但你又回避不掉这种情绪 所以就是写的就总会局限自己 这个就想聊 感觉好像有没有意义 然后纯好笑就一直在限制自己 就推发了可能十几个方向 然后最后就很痛苦地写了这么一个主题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消解大家的情绪 就是不要跟别人比 没什么意义 真的 不必四处看 你就是答案好不好 加油加油加油 这一季有啥目标吗 不要有目标 不要有预期 就是我是觉得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讨厌比赛这个事情 就跟别人比较就很没劲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今年就是 我要想玩的话就玩起来 就是讲没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如果想说话的话 就像今天说一些自己痛苦的情绪 然后能走到哪儿算哪儿就 因为我已经收获太多了朋友们 就是应该让其他人一起收获一些东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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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我也是很感谢就是这一年收获的东西了 对 但你去年来过了是吗 她是冠军 这位 这位女皇 她是上一届的大王 是的 她是上一届的大王 姐不是冲你 姐是在座的各位都是那啥 对对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刚差点没有拍呢 哎呦 要不拍那这不是是不是就犯了很大的错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 其实你第一句我就想拍你的 有一句他好像 她说她在各种节目里面看见平平无奇的自己 她每天都在搜那个李雪芹和谁的谁 也没有搜了 段子你别 别想得太真了 人家姬姐都往心里去 人家都觉得是真的 当时我觉得就是平平无奇的 就一刚开始的时候 小龙哥咱俩好久没见了是吧 前两年的别的节目刚献完好像 而且姬姐的意思是说 那一段是你不谈琴时候说的对不对 对 不谈琴时候好笑的很多 应该是 对 参加之后你没听人气 对 决东 分析一下网面 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其实真的我们在录生活类的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她并没有那么好笑也没有那么深 王敏回家了 改行 趁早改行放弃梦想 王敏 王敏 咋琴了 快彭刻起来了 是上那坐着吗 你们先聊 对对对 我今天确实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王敏的这个表演 表演 她整段的这个表演里面我就看到她是有一个 除了好笑之外还有一个真挚的东西 就是大家的 有后劲是不是 对 有后劲 这也是王敏一直以来 虽然静姐没看过 但也是一直以来深受大家喜欢的原因 我跟王敏还演过呢 真的吗 对 我还得问那个 静姐 你问她 你还会谈及她吗 促逃大会的第一名 我 这里 这个人 对 我以前是飞儿乐队的 对 我知道 什么花儿 我刚才说我是飞儿 你跟你说 我是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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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飞儿 那个喜刷刷是不是你唱的歌 喜刷刷是不是你唱的歌 是我 是我 是的吧 是飞儿 是飞儿 那就对了嘛 洗刷刷是对的 对的呀 我现在心里特平衡 没有 诚哥 不知道你离婚一点都不奇怪 好吗 太不奇怪了 好 让我们恭喜 好 让我们恭喜 王敏获得了四个领像员的拍灯 进入等待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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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很棒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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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免哥真的是 就是她 当她拿出来那套东西的时候 政府了 政府了 帕 靳姐 不知道 我们这个小活动 今年是第四年 今年第四年 她是去年的冠军 冠军 接下来呢 第一年的冠军 马上就要上场了 是 我觉得庞博又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搞得我都特别紧张 就替她紧张 非常替庞博紧张 张俊上场就四灯 王敏也四灯 所以她接在后面 但凡不是四灯 就很不好看 让我们有请庞博 好 庞博老师加油 千万不要给我任何的机会 我这人呢 就是文准很 加油 就希望 庞博 就能像第一期一样 就能感觉他的心态很放松 对我们来讲就是 只要展示自己 就 庞博压力好大 很大 庞博要怎么翻上去 大家好 我是庞博 让我们有请第一年的冠军 庞博 我还在解释 我说色弱色盲不一样是吧 隔壁班小朋友趴着穿我 你们班有色狼吗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 最后的也是最残酷的四人小组 三个非常强的新人 对ROCK的围角 好 别人的病是后天努力得来的 我的病得来全部费功夫 同事也会问我说 哎 你怎么有点开心 我说因为我有病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像我们这样别人都展开了 我们只能想开了 对不对 那病真的没有人同情你 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活了 活了 那我们来看最终的得票情况 全场最高啊 有机生活有经典 生活就要多小点 感谢原生乳蛋白 怎么这么多的经典有机奶 独家冠名播出 想咋退就咋退 开七天还能免费退 感谢升级新电商的 瓜子二手车 联合赞助播出 好口腔说好脱口秀 感谢口腔健康 让段子更香的云南白药 口腔护理品 特约赞助播出 两粒两粒又两粒 交出爆梗我可以 感谢交出我的饭的 一达五汤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路途不怕长 快乐超续航 感谢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的绿园夜冷电动车 行业赞助播出 来小红书APP 标记你的幽默生活 快来小红书搜索脱口秀 让你幽默加成 快乐拉满 下载懒人唱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脱口秀 感谢好内容 根本听不完的懒人唱听APP 大力支持 宝贝发气线 控油房拖就用养元清 感谢帮助每个人的头上 都有毛毛的养元清 赞助播出 屁股空间多变化 快乐才能装得下 感谢由一操房子 四个轮子组成的小棚屁股 赞助播出 墙中自有墙中手 林泉抗屋没对手 感谢墙面装修新物种 东棚演版赞助播出 正片没看够 每周四二十点 锁定腾讯视频 脱口秀小会 听学生们唠嗑也快乐 每周五十二点 某某与我 脱口秀背后的故事 精彩呈现 节目独家音频合作伙伴 更多精彩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懒人急速版 打开微信搜一搜 搜索脱口秀大会 发现更多精彩内容 上知乎 搜脱口秀大会 和知乎打主 一起热聊节目话题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上虎扑 搜脱口秀大会 与GRS 一起精彩脱口秀大王 上一心理APP 从心理学角度 一起看脱口秀大会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微博幽默 微博脱口秀 新浪新闻 界面新闻 Zucker 崩祭 爱豆APP 摩登天空视觉创业厂牌 MVM 超级职务公司 在地使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每周二周三二十点更新上下集 会员抢先看 每周四二十点更新脱口秀小会 老科笑不停 每周五十二点 某某与我 脱口秀背后的故事 精彩呈现 每周还有脱口秀双人直播 等你来看